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所周知 演员是个极其被动的职业 从初期视镜被挑选到片场后 被导演调教 再到宣传期的枯燥车轮采访 只能守株待兔 不能主动出击 是演员这个职业的最大痛点 因此演员当久了 转向导演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得不说 在导演处女座的题材选择上 黄博所呈现出的野心 比王宝强高出了十个徐征 整部一出好戏 黄博有一种拉开架势 做一场关于人类究竟为什么而活的实验 探讨了这样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 如果我们现在的社会秩序崩塌 那么在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 会发生什么 无论是在二战的战斧营 还是王牌真人秀幸存者中 时间一长 人们都会发现 无论环境多恶劣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交易 哪怕只有一丁点自由 人与人之间就开始互相服务和交换 擅长于这一点的人 物质享受水平和幸福程度 都会显著提高 虽然一出好戏的基调就是荒诞的 但黄博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野心 却是很多中国普通导演所无法披批的 如何爬岛 第一是生存 第二是生存 第三还是生存 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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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有办法能离开这样 第一 别急 我去你的 第二 别急 没关系 好戏在后头呢 今天咱们就像是多屎 只要动着 没人咬过 那特别就是冰淇淋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要拓展 找到自己的潜力跟可能性 到了岛上之后一切从零开始 决定要改变 我也是能够把他活的下来 就是一方霸主的感觉 在这个岛上时间长了 你走着瞧吧 不只能一定要冲击人 你一定要离开这儿 你来这儿想死没那么容易 你们都这样玩的话 一定我也还有这样子 哈哈哈哈 你就是一个路线 小岛上的三刃领 灯火石 故事进行到这里 黄渤能否在90天的有效期内兑换6000万的彩票 成为了最大的戏剧冲突 由于一开始 张总忽悠说 能带他离开黄岛 因此黄渤对于6000万彩票 依旧有着一丝希望 渐渐的 黄渤发现自己在岛上 怎么还是个食物链 低端屌丝 如果彩票最终未能兑换成功 就算回去 自己还是个没房没车的屌丝 无法赢得舒淇的心 又发现 张总在忽悠自己 心中的愤恨瞬间爆发 和张总闹翻 带上自己的小弟张艺兴出走 随着第90天的盗篮 黄渤的彩票也才能废置 也辱人生最迷 正在这时 脾气坦来 天降海亿 黄渤和张艺兴得到了 小岛上最稀缺的资源 食物 同时 黄渤也想出了 让自己在岛上 屌丝秒变高速帅的三大策略 一 累积稀缺资源 通过这些鱼 和张总部落小王渤的交换 只要是岛上无法再生的资源 都要 第一 积累 只要是这个岛上再也生不出来的东西 全是不肯定 二 消耗对手 控制稀缺资源 通过离间计 让张总部落和小王部落 对食物发生严重吹击 三 即与希望 正当两个部落在斗殴之时 黄渤开启上帝演讲模式 劝和两部落 列让所有部落成员 达到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最顶端 自我实现 即发现新大陆 建立新家园 更有尊严 更体面地活下去 经过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 终于 黄渤登上了食物链的底端 整个部落的氛围也越发融洽 有点进入混产主义社会里 不得不说 从一开头的灾难戏 到三部落合并 黄渤称王 这将近90分钟的影片节奏 都非常多 有一种 黄渤算是把人这一辈子 活明白的 畅爱的 而天中 还有一位满腹经纶 出口成章的史教授 一直鼓吹 外部世界已经毁灭 我们这群人 已经成为人类最后的幸存者 事实上 完全是胡说八道 之后又在每次领袖更替后 他都会煞有其事地 进行合理化解释 张总 在建立以扑克牌 为货币体系的时候 自称 整个岛上只有两副扑克牌 但到最后 有人发现 至少有四张红桃A 没错 张总很有可能 撕藏了至少两副牌 导致货币超发 在张总发现的游轮残骸中 黄国曾多次运用了 倒拍的电影镜头 由于本身 游轮就是180度先翻的 天花板在脚底 餐桌在头顶 这种倒拍镜头 看起来很有一种 很顺眼的 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最后 一把火将其烧毁后 大家才回到现实世界 这里面演绎了什么 大家借人坚持 十年以后 当我们再来看这部电影时 相信很多人会说 黄渤的处女作 虽然不完美 但却通过一场野心十足的 荒诞人类学实验 暗藏着尖锐的隐喻与剔盘 电影就该怎么拍 一出好戏 名字其实 你喜欢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这我就知道 岛上有两个阵员 以小王为首的 粗暴劳动态 各种工作任务 无论要过关场 可以张准为首 的金鸣筹划台 这牌可以换一切 小王那边 已经断棍好几天了 越重快越饿啊 是时候 该帮忙看看 别动 我看没那么简单 快帮他拉下 你儿子 你怎么好意思 你能为什么不找张罗点建 都给我 你不想到 我们要活了 那要看什么时候 汇造梦的人 水澡清单 便能控制局势 运筹为过 过去那个世界 根本没我 现在因为我 他有了外面的世界 我是马进 绝地逆行 敌退我进的进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